認真查看手上的文件 占助民眾解決問題 結果下一秒 他卻出現在民宅附近檢查線路 綠島電廠旁邊的綠島服務所 提供在地民眾各種用電服務 只不過因為人力不足 服務人員只有李文斌一人 可以說是一人服務所 除了在服務處受理申辦案件 處理過戶等業務 還是要跑到現場 解決故障線路 電錶故障的問題 能單獨作業真的不容易 其實李文斌是綠島人 已經在台電工作42年 其中32年就是在綠島服務 是我自己的故鄉 所以我喜歡這塊腹地 綠島的人都很善良 所以我很喜歡他們 未來自己的故鄉 未來自己的家人 還有機民服務 也是我的光榮 當初是考台電配電卸入人員 來到綠島服務處 在業務方面全都一敲不通 但他抱持要學交問的態度 花了約三年時間 終於掌握全部藥鈴 長期下來一個同事都沒有 但每天跟綠島居民相處在一塊 加上工作超級無敵貓 完全沒時間覺得無聊 李文斌在綠島服務超過半甲子 笑說自己一人就能做五個人的工作 如果人生能夠重來一遍 他還是會來到綠島為家鄉服務 現在李文斌準備退休 台電找到接手的人選 就是在台電服務了兩年的新人 搞不好踏上綠島這片土地後 也會跟李文斌一樣愛上這裡的工作環境 TVA新聞劉絕道傳台東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